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tu Asalamualaikum wa Rasulillah Nafkur Bi-Ithinillal Ha'ta'ala Al-Tawakul 凭博辞 横辞的 安拉之尊名 这节课我们讲关于 妥靠 妥靠就是 讲的就是对安拉的妥靠 这种 妥靠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得意义 不认识 做了人对 就是一个人在内心真正的对安拉的妥靠 然后在内心当中确信 安拉要应答他的祈求 同时他去做安拉所规定他的 那些因素他要去做 所以在妥靠上必须要做到三件事 在内心当中对安拉的真诚的相信 对安拉毫无怀疑的坚信安拉应答他的请求 同时他去做安拉教他去做的那些因素 比如 比如一个人想要去通备古兰经 他说我去 如果问你是一个城市的吗 他说是的 他有可能去背了 也有可能没有去背 他说或许安拉给我容易 或许安拉不给我容易 这不是正确的托告 或者说他背背古兰经 他就睡觉了去了 去休息去了 然后也不去复习 这并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个 这个 所以作为一个妥靠的人 他必须要赋予他的行动 所以一个妥靠的人 他要妥靠安拉 他要相信安拉 还要去做安拉所规定的那些途径 那罗 irrational 安拉振振